用在地农与食材研发的料理一字排开 油亮的脆皮烤鸡 是由新竹县基农饲养的竹宝鸡烧烤而成 而这些是以休闲农业区养殖的乌鱼 白虾 龙虎石斑鱼入菜 还有以清农种的白米 高粱米 料理的樱花虾炒饭等 跨域成锅展推出11道美味佳肴 竹北市长郑朝芳希望用味蕾刺激观光 让全台湾甚至世界的朋友可以认识 我们竹北水月修区 并且集结我们的新月沙湾的景点 串成了这个双月的故事 就是希望来到我们竹北 可以来到我们的西区 包览我们农村 渔村 并村 还有海洋的风光 透过跨域辅导计划进行观光 油气自愿整合 游客可以体验垂钓 骑着雪丽车漫游 欣赏渔村风光 也可以到附近的莱姆园采果 DIY制作养生莱姆醋 它从开发结果到那个小果 中果 大果到成熟果 同时存在 这四种世代的果实 跨一句话就是说 整个水月休息农业区的业者 然后我们就是做一个整合 然后大家开始慢慢的一直做推广 不再是只有一级产业的 我们开始会做伴手礼 然后会开始会做游城 然后来接观光客 水月休闲农业区 面积约481公顷 其中养殖面积约60公顷 包含乌鱼 白虾 龙虎石斑鱼等 通过产销履历认证的优质特产 并推出多种农产品伴手礼 希望让游客透过美食 漫游赏美景 进一步认识这个竹北滨海的游气圣地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导 新唐人亚太电视 同志 kicks бы dynam性 大 чет 大技 tän 在 监